口口早餐 其实这个标题 它是一个假标题 更不存在 因为马英九挺不挺 台湾入亚投行 其实不重要 而且马英九也不应该 不挺台湾入亚投行 因为热不热亚投行 这是亚投行的事情 就是大老板 中国大陆的问题 那台湾入亚投行的 关键在哪里 在WTO模式 还是在奥运模式 换句话讲 它还是一个政治议题 那我注意到的是 当这个标题之下的 马英九总统 究竟讲了哪些话 他说我们不应该旁观 应该积极参与 但是应该怎么样 积极参与呢 那国台办日前呢 只有回应 各方正在按照 筹建亚投行的 备忘录进行筹建 那究竟我们应该 怎么样的来 这个加入呢 那马英九说 要以国家身份加入 其他还有解决的 相关问题 都可以在消息会上讨论 一个是我们在 此一组织 扮演区域和平缔造者 人道援助者 让中华民国 或成为国际间的资产 非复在 希望参与亚洲区域整合 亚投行的受惠国 很多是这个RCEP成员 或者说亚太国家 那这个都是正面 第三次考量两岸关系 大陆提出亚投行 已经得到很多国家支持 台湾不应该旁观 应该积极参与 倘若我们不表态参加 反而会让外界觉得 台湾不支持国际间 协助发展较慢国家的基础建设 但是问题是说 我们在加入的模式上面 是以APEC为主呢 还是APEC是台澎 金马关税领域 还是在奥运的 Chinese Taipei呢 我认为马英九总统 应该告诉我们的 不是马总统你本人认为 我们应该积极参与 而且你告诉我 我们的相关的金融单位 国安单位 是不是已经有 各种不同的剧本 你有几套剧本 要去加入亚投行 你有几套剧本 要去积极的参与 而不是消息会 因为肖万长 不具官方身份 更不具陆委会 什么海协会的身份 消息会只是密室协谈 消息会的意思是说 肖万长去求习近平说 啊我要参加 我要参加 然后拜托拜托 习老大你让我参加吗 你总要有一套SOP吧 我这个评论是 你自己说要积极加入 但是你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你告诉我 你有哪些准备 你给了这个肖万长 多少个这个建议版本吗 最重要的是 你如何跟民进党商谈 你如何透过朱立伦的 这个中央党部的这个平台 然后行政单位的讨论 几方的这个会商 然后去讨论出一个 大家都能够接受的版本呢 这个版本如果是奥运模式 如果是WTO模式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我们的奥会模式 是在蒋经国任内 所完成的Chinese Taipei 大家忍耐 因为要体育参与 我们的WTO 历经了十几年 最后呢 是在李登辉的时代的 这个WTO 后来有进入 陈水扁交接的时代 由国安会当时的张荣峰 这个赖信源 丁渝州 中文这些人所完成的 进入亚投行不是马英九 你一句话就点识成金 你是小孩子 然后只是随便应付大众吗 光这一则回答 各位 你就找到了非常多 令人忧虑的一位总统 对加入亚投行 不具体 不得这个非常积极的一个 这个准备跟承诺 更别讲 他说签货帽 互设机构2016试经时 那这个已经是 这个不具有存在的价值了 因为他说任内要完成货帽 要2016的这个 所谓的互设机构 这个都在习近平 对马英九已经绝望 因为张浅要按 双方关系冰冻的情形之下 处于停滞状态 那将来由下一任的总统 不管他是民进党的谁谁谁 或说国民党的谁谁谁 来继续的 那这要看双方关系的演变 所以马英九讲的这些话 在三板头条上 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第三马熙会不强求也不放弃 那是一个降低自己身价 而且是非常的小孩子 想要到月亮登天的一句 没有尊严的谈话 因为习近平跟马英九 不会见面的 你不强求也不放弃 在现实环境上面 只剩12个月多的时间 也不可能实现 所以不知道他为什么 要讲这些梦幻的语言 第四反对拆弹 市民已经期待20年 这个标题下面有一句说 日生生美和事所发生的政府的土地价值被低估 然后这个厂商价值的利润高 他说的这段话是怎么说的 他说这是副市长觉醒 当时是欧静德 我只是知道 但详细内容确实不了解 这是我们的总统 他对于这些案子 对人民所造成的伤害 对市政建设所造成的伤害的推诿 跟不负责任 虽然大家习惯了 可是你看到还是情感情绪受到很大伤害 至于大巨蛋 市民期待已经20年 是的 马英九总统 你上任的时候市民已经期待了4年 结果你的8年交出来的成绩单 是让厂商跟当时的这个环境 和市政府之间签出了一个奇怪的合约 而这个合约被监察委员子政 那又是谁的错 要推给你的秘书长李树德吗 市民期待落空到现在都还在期待当中 不是你施政在市长任内的缺失跟市长任内的无能吗 我们说马总统无能 但是今天的这项专访显示出他无德 我再告诉大家 正所税让他遗憾 正所税最后有名无实 是因为他的顽固 他的坚持 是因为他的一意孤行所造成的 他只是遗憾吗 我们的税收增加了 减少了多少 我们的证券市场因为这样子流失了多少血液 难道不需要付出责任吗 难道不需要道歉吗 只有一句遗憾吗 最后告诉大家 美国豪宅马英九说乌龙爆料 梁毅现今也是乌龙爆料 美国豪宅不是任何人爆料 这是网络上所写的 你自己的说明非常的疏懒 你的团队根本任凭网络上面的留言四串 没有任何说明 当我们提出来之后 他居然说是我们媒体人在乌龙爆料 根本就是牛头部队马嘴 指路为马 至于现今的案子 各位在今天马英九总统 他的这个回应当中 有一句话非常的有玄机 他说选举过程中 当然有参加一些饭局 但是绝对没有企业界人士捐赠两亿元政治现金给他 马英九总统已经承认饭局的存在了 已经有了第一步的城市门的开张了 有饭局了 那有没有钱 我们大家等着抢 至于所谓的秘密证人都否认了 马英九总统 你说错了 没有任何是秘密证人 所有的证人都在特征组 你的康炳证 你的办公室主任都已经被约谈了 为什么你不好好的说明 为什么中国时报的记者 你们在访问的时候 不问马总统 你的办公室主任康炳证 是什么情况之下被约谈的 约谈了什么 到底为什么办公室主任康炳证被约谈 对这位总统来讲是什么冲击 这是这项反问 今天没有回答的黑洞 最后明年大选国民党有胜算 谢谢马总统 因为你在做梦 还有一点 直言蓝板修宪有法理困难 他对于修宪的保守 丁手中已经劈他了 怪不得他的民调那么低 花了五分钟的时间 我把今天我仔细看的 中国时报马英九总统的专法 给各位做了一个 清理法上长期观察 我负责人的分析 我再说一次负责人的分析 刚才的这一段评论 等一会儿我会把它写成文字 PO在美丽岛电子报上 要以历史存证